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薰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我背后这个大家伙 三星旗舰电视S95Z 它采用了三星最新代的QD OLED面板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来 S95Z一烟采用和显示器相同的褐色环保纸皮 达它的包装 配件包含了一个底座 一个遥控器 一个媒体播放盒 一个信号转接头 一条电源线和两条视频传输线 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拧上四颗自带的螺丝 就算安装成功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外观 正面采用了四边背边框的设计 右下角有三星的logo 背面整体采用了蓝山式的设计 中间部分有一个媒体接口 用于连接媒体播放器 下方配有六个扬声器 支架功能性方面 它不支持任何角度的调节 但机身背面 预留了400x300规格的壁挂孔 接口方面 它配备了四个HDMI 2.1接口 三个USB接口 一个光线音频接口 一个天线电视输入接口 和一个网线接口 接着我们来点亮S95Z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显示效果 首次开机 屏幕中央会出现三星的标子 接着需要进行一些初始化的设定 选择输入源 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我们来说一下它的低转感受 整体的色彩通透艳丽 但没有出现明显的过保和现象 通过一切测试 它的SRGB容积达到了惊人的160% PBI为106 实际的字体显示和图标清晰度表现不错 像素点方面 通过显微镜的放大 它是RGB三色像素 形态是品质型 和我们之前测试的三星显示器旗舰OLED G9一致 这在一定程度减少了字体毛刺现象 OS菜单方面 它使用的是三星Tizen系统 操作的方式是无线遥控器 我们必须要夸奖一下这个遥控器 它体积小巧 且支持太阳能充电 这很环保 好评 接着我们看一下它菜单中的功能设置 首先是色温 出厂默认为11119K 菜单还提供了一个冷色和两个暖色模式的选项 通过仪器的实测 最冷色温为14587K 最冷色温为6761K 色域方面 它默认是P3空间 菜单中还提供了sRGB和Adobe两种选项 通过仪器测试 SRGB覆盖率为99% 平均差值0.97% 最大色温2.65% P3色域覆盖率为99.9% 平均差值2.11% 最大色温5.5% Adobe色域覆盖率为98.6% 平均差值2.38% 最大色温6.33% SDR亮度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它的亮度存在的ABL机制 在实际测试中 它的图片模式峰值亮度最高 在1%的APL状态下 实测为613L 从26%的窗口开始 亮度会快速下滑 直至全屏亮度为243L 娱乐模式 相比图像模式亮度略低一些 全屏亮度为222L 亮度和色度均匀度方面 从成像仪分析 在纯白的画面下 生成3D ISO图像 绿色部分在230L左右 边缘浅绿色部分 则在150-200L之间 以国标25公格 生成它的均匀度数据 最大差值为12.2% 切换到色温模式 全屏色温在9703K 到10750K之间波动 蓝色区域为9600K 到10200K左右 四边区域在10200K 到10700K之间 整体色温均匀表现不错 切换到全屏黑场 由于OLED的特性 它的黑场是不发光的 但由于屏幕表面材质存在反射 我们测试它不同 环境光照度下的对比度数据 整体的测试结果 相比OLED G9要略好一些 屏幕的抗反射能力 属于是优秀的水平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视角成像仪 生成雷达图 红色区域属于是它的最佳视角 垂直和水平角度 都达到了50度左右 整体的可视角度表现非常优秀 平散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无论是SDR还是HDR 条件亮度都不会改变波形的占空比 不属于是PWM调光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仪器的测试 它的三色波峰非常纯净 也属于是亮点被光 蓝光波峰在453纳米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1% 属于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它各接口的带宽 射身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HDMI接口是2.1的规格 4通道10G 也就是40G的带宽 连接PC 最高可以支持4K 14Hz 10bit的全范围输入 连接Xbox Series X之后 它可以支持除去杜比世界之外 所有的游戏和视频内容 连接PS5 它可以支持4K 60Hz STI游戏内容 开启高阵率模式之后 它可以支持4K 48-120Hz的可变刷新率 颜色格式为422 使用Micbook Pro 16连接 在HDMI的直连下 可以支持4K 60Hz 支持HDR和High DPI 输入延迟方面 在标准模式下 1080p 12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4毫秒 X加性能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它具备像素级的空框 也就是829万个分区控制 X加亮度方面 它存在着ABL机制 通过实际测试 ECO模式最高 在1%的APL状态下 它的峰值亮度达到了1239尼特 并且在10%的窗口下 它依然可以维持1200尼特以上的亮度 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出色的 但从11%开始 逐步下滑 直至全屏白点窗口 亮度为217尼特 其他模式 ABL机制相近 标准模式下亮度最低 峰值为771尼特 全屏亮度仅为137尼特 UTF曲线方面 它有动态 标准 ECO 电影 Failmaker五种模式 其中标准 ECO 动态模式的UTF 基本相同 在0-60的灰接 偏离PQ 对整体进行提亮处理 再从60的灰接开始 做滚降的方式 逐步压缩亮度信息 SDR电影模式 0-70的灰接 相比标准的PQ偏高一些 会做提亮处理 从70的灰接开始 压缩亮度信息 Failmaker模式的调校 相对保守 0-50的灰接 完全贴合标准的PQ 从50的灰接开始 偏离PQ 做滚降的处理 以此来保留更多的亮度细节 SDR实景方面表现 我们使用松下的UB9000 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行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我们发现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色度计生成尾色图 标准模式下 太阳核心亮度最高为863L 其次是动态模式 852L 电影模式 840L Failmaker模式最低 573L 但到了海王小区块的高光层景下 Failmaker模式反而最高 达到了1011L 动态模式为970L Eco和电影模式亮度一致 880L 最低则变为了标准模式 847L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它整体的色彩没有明显的过保和现象 画面的暗部细节也有着不错的表现 得益于它拥有原生10bit的色深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它的色接过度平滑 没有出现明显的色彩断层现象 另外 它和OLED G9一样 都配备了动态补偿技术 通过插针提升电影画面的流畅度 这点对于我们看24帧的影片提升是比较明显的 HDR游戏方面 S95Z拥有着非常优秀的色彩过度和暗部细节表现 整体画面的纯净程度和高光细节表现也很不错 游戏晋级方面 S95Z支持原生14Hz的刷新率 在实际的测试中 14Hz的状态下 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阶响应方面 它没有配备任何的OD档位 通过一期的测试 平均灰阶响应达到了0.257 属于是微秒级的响应速度 在运动响应时间的测量中 14Hz的状态下 BET为5.56毫秒 排名运动轻易度天体榜的第19名 实际在UF运动轻易度的测量中 非得后方没有任何的托尾现象 本体的轻易度也很优秀 游戏功能性方面 菜单中有一个迷你地图缩放功能 开启后 可以选定屏幕特定的一块区域进行放大 类似于放大镜的功能 菜单中还提供了动态黑色稳定器 调高之后 暗部提升明显 并且没有出现发灰的现象 防烧屏机制方面 它配备了像素位移 调整灰标亮度 以及像素刷新等功能 体验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它70瓦的杜比全景声音箱 但在此之前 我们需要说明 它没有配备杜比世界 这点作为旗舰电视来说 还是比较遗憾的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内部做工用料 以及它的数据天理榜的表现 和以往不同的是 S955Z的驱动版 集成在的媒体播放器上 拆开之后 可以看到 上方的电源版 占据了80%的面积 下方则是它的驱动版 主控i7是三星的 SDP-1805S 支持4K分辨率 以及补增技术 旁边还有一枚 视频信号转换控制器 相关为066Z 高进USB接口的位置 还有两枚USBHUB芯片 相关为GL852G 接着我们来看它 实测数据方面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注标计算 它达到了160% SGB容积 身于天体棒排名第9名 S3亮度方面 实测最高为613L 亮度天体棒排名第4名 但值得注意的是 它的全频亮度为243L 静态对比度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理论上它具备无限的对比度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视角仪的测量 它的可视角度表现非常优秀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15公格的白点测下 它的最大差值为9.41% 均匀度天体棒排名第41名 S3单度测项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峰值亮度 实测为1239L HDR峰值亮度天体棒排名第10名 HDR静态对比的方面 由于OLED的特性 理论上它拥有无限的对比度 分区背光方面 由于OLED的像素级的控光 理论上它拥有829万个分区控制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 通过仪器的测试 平均灰阶达到了0.257毫秒 排名灰阶响应速度天体棒的第7名 运动响应时间方面的测量 在14Hz的刷新率下 BET为5.56毫秒 排名运动轻度天体棒第19名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三星年度旗舰S95Z的 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中还可以 希望您能帮我们点赞 转发 升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